花仙子亮丽登场 有人化身森巴舞女王 有人穿上旗袍上阵 卖力行销 手中郁金香 紫色的糖果王子 奶油色的维多娜 台中厚礼这家花市 从荷兰引进50个品种 30万株郁金香 再配上一旁风车 要让民众体验时下正夯 为出国 蛮漂亮花都蛮好看的 很多花样的 放眼望去万子千红场景超浪漫 业者还特别挑选耐热品种 要让民众一路赏花赏到3月份 主要是能够针对耐热 针对我们台湾这种炎热的气候 能够承受得住的郁金香的品种 来做我们花园的展示 长达三个月花旗 加上尾出国卖点 要在新冠疫情当下 抢工旅游商机 因为是台北台中 综合报导 好 好 好